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把科学的奥妙分享给大家 然后这一季我们的主题是Energy 也就是一些关于能源的课题 然后在这一期的视频中呢 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太阳能板 相对于其他可循环的能源 太阳能是属于更能广泛使用的绿色产品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小小一个的太阳能板能给我们带来多少的能量 这是今天我们这期视频所需要的材料 有太阳能板 然后一个没有电的powerbank 然后还有没有电池的电风扇 然后还有一个盒子 然后在做实验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powerbank还有电风扇 放进这个盒子里面 OK 现在我们来到了室外 然后我们第一个先做powerbank 我们先把powerbank插上这个 然后把它放进盒子里面 然后一个小时过后我们再来看看它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powerbank的电池量在这一个小时里面 从原本的5个%冲到了16个% OK 刚刚我们看过了那个powerbank 然后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USB的电风扇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是没有电池的 然后我们就连接这个USB的这个插头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能不能够插到电 嗯 是行的通的 所以我们刚刚通过这些小实验 可以知道太阳能板能够把光能变成电能 但是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当两种不同的硅相遇的时候 会形成PN连接 电子能轻易通过PN连接 让其中一边带正电 另一边带负电 当太阳照射到太阳能板时 一部分的光会被硅给吸收 光的能量传给了硅 使硅中的电子可以自由移动 接通电路过后就会形成电流 把太阳的光能转换成电能 就是电光效应 也就是太阳能板的工作原理 这一期的视频就快要到尾声了 希望大家都有通过这些实验 然后了解到太阳能板的运作 我们下一期再见